大陆下半年最重要的政治会议 就是10月16号即将举行的中共二十大 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即将在这场会议上 确保自己的第三个任期 不过对于习近平来讲 未来真的是危机重重 包括大陆的疫情复燃 经济复苏衰退 还有越来越对立的美中关系 都将是他面临的难关 中国共产党第24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 大会热情欢迎中外记者采访 广邀全球媒体 大陆下半年最重要的政治会议 中共二十大10月16号登场 在这之前大陆各省市官员绷紧神经 抓紧疫情 应对中央给出的防疫铁律动态清零 疫情处于上升期 病例活动轨迹 涉及52个许事项的公共场所 只要确诊病例一有攀升迹象 就躲不过全城封锁 千万人PCR的命运 四川成都就是最新一个 四川新增221宗本地感染 成都占最多有157宗 成都市家强管控 一年四日在全市范围展开全员核酸检测 消息一出 成了大陆经济的绊脚石 一张公告下来 深圳四场大型展览全都取消 民众炸锅说居然在开展前的10分钟才通知 让所有人措手不及 至于为什么会这么突然 就是因为深圳疫情升温 现在的16例感染者 它绝大多数啊 这是要么就是在游泳池共同暴露感染 而且呢 这一次的疫情传播速度也是非常快 时不时的封锁让大陆经济复苏 就像跛脚越走越慢 八月份物流景气指数稍微下降了 百分之二点三来到百分之四十六点三 随着这个多地性的散发 这个高温多雨 红楼灾害等等 诸多不利因素的叠加的影响 部分领域和产业的生产受到的限制 疫情是影响经济的短期因素 长期因素则是人口社会结构正在改变中 大陆民政局公布 2021年结婚人数为七百六十四万对 不到八百万对 年减幅达百分之六点一 创下三十六年最低记录 有人口专家解释 结婚成本上升 即场竞争家劇 生活自走快 婚姻观念改变 年轻人对家庭的渴望越来越少 都是新一代不想早婚的原因 晚婚或是不婚不生的人变多 被解读是对未来前景不乐观 也代表着未来劳动力势必衰退 这都是影响经济的不利因素 尽管中外媒体预期 习近平在二十大能平顺巩固第三任期 但是疫情的冲击和今年爆发的房地产危机等等 都拖住了大陆的经济步伐 而此时还面临国际间的施压 新疆维吾尔族父女气宿丈夫被大陆迫害 强迫拘禁音讯全无 而联合国搁置近一年的新疆人权调查报告 终于出炉 曾经誓言说要在任内公布新疆报告的 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巴舍来 是在正式卸任前的十一分钟才公布这份报告 内容指正利利 种种迫害包括性侵 虐待劳逸都在联合国这份报告中摊在阳光下 但是中国大陆否认到底 你提到的这份所谓的评估报告 是美国及一些西方势力一手策划制造的 完全非法无效 美国欧盟在第一时间跳出来谴责 美国则说一定追究 可以想见下一波的美中冲突正在酝酿中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当然除了习近平之外 届时哪些人能够挤进中央政治局委员的25人名单 以及更接近权力核心的政治局常委7人小组 由于这牵动着大陆内部权力版图的校长 因此高度受到外界关注 外媒就预期习近平三度连任的态势已经底定 接下来就看明年三月要退位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哈的位子会由谁来接棒 另外有学者认为习近平企图长期执政 因此研判这次应该不会释出接班人选 秋收农忙季节 收割机不断在田野间穿梭往来 再度爆发疫情的大陆西藏 不少农民都被隔离在家 政府只好调派人手帮忙采收青科 有鉴于中共二十大召开在即 地方官员担心被扣上防疫不利的罪名 包括海南新疆都抢着清零封控 对习近平的忠诚做出政治表态 69岁的习近平身兼中国大陆国家主席 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 成为毛泽东之后权力最集中的领导人 专家研判 中共二十大除了宣告未来五年市政总路线 习近平是否释出交班计划 可从这些细节秀出端倪 如果有年轻的60年后的人 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后来又兼了国家副主席跟军委副主席 以党政军二把手的身份来储备 证明习近平有可能在2027年的21大交棒 如果都没有 当然习近平交棒的机力进入等于零 至于排行老二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明年三月卸任后 他的去留以及位子由谁接棒 都将牵动中共内部权力布局 经济问题包括地方的债务 包括银行 村镇银行 包括房地产的烂尾楼 那最近这一两个月又发生了大旱灾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国务院总理的职责 那另外包括防疫也是一样 所以他频频的出现 那频频出现是不是说有意的 让自己这么的活跃 表示自己的动能还非常的强 还可以辅佐习近平 他可能继续留在常委 统一有好处 台独是绝路 中国大陆全国政协主席汪洋67岁 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 喊出经济要腾龙换鸟 淘汰高耗能产业 最为外界所知 而现年59岁的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 替习近平完成全面扶贫和小康社会的任务 同样被视为一时之选 但学者分析 若要论资排备 吴春华担任总理的几率相对较低 那汪洋虽然这一届他担任是全国政协主席 可是他在过去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 其实也符合这个规则 而且他年纪还没到 而且重要的是在过去 在这一届汪洋跟习近平之间的配合 事实上是还不错 所以汪洋我认为习对他基本上还是肯定 说明他有机会担任国务院总理 总理是由胡春华来接任 我们刚刚提到胡春华是团派的大安格 也是李克强主义的接班人 那代表李克强妥协离开 但是他的接班人能够占到最有力的竞争位置 那也代表习的权力 其实没有到百分之一百的稳固 他还是必须跟其他的派系做妥协 无论最后谁出现 大陆对台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 学者认为由于美中对抗加剧 这次中共二十大谈起台湾问题 坚决反台独 防范境外势力介入 势必成为主旋律 强化所谓反毒的准备 那第二个强化 积极会强化有关于所谓的 推动统一促进统一 就是强化促同 第三个会强化什么 强化所谓同等待遇 所谓融合发展这个部分 那大家都认为说 今年习要提出所谓的对台的总体方略 不过因为在8月10号 推出了这个台湾问题白皮书之后 我们认为即便有总体方略 它后续的执行跟扩大的面向 就是那个白皮书 总体方略的内容也是大致底定 所以这一次我认为二十大当中 对台不会是重点 中共二十大之后 权力结构将重新排列组合 牵动美中关系 也攸关台湾前途 全球高度关注 TVB新闻 罗世彭 戴云丽 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